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这红铅就由谁去 谁先来抽啊 唐总是 听闻端午以前是彩珠出身 水星定然很不错 让他先来了 水星不错 端午 要不你先来抽 请吧 阿子 恭喜恭喜 冰郎主 欢舞抽中了 这怎么全是火气啊 你这不是存心害我们吗 你使战 可爱我儿子 我是真不知道 我是真不知道 我是真挺问我 吵吵 我 我 快下去 是 不做出 重抽 郎主 我去 你去 今日本就得去一个人 我水星好 我去 好 我商队呢 想来赏八分名 既然你资格奋勇 勇气可嘉 如果你赢得比赛 我再给你加一百万千 若是佳人夺宝 我赢了 可否让我正式加入燕制商队 好 若你赢得佳人夺宝 我许你入商队 谢郎主 二十四 你可藏得佳人央宝 老主有何吩咐 明天 多保大会的时候 把这个穿上 有何特别 能保你不死在水里 我生与死 重要吗 不重要 但是夺宝 必须成功 明白 不过郎主放心 此事我从小就做 林瑞菲一般的凶险 那可以抬高价钱 不能 我知道我的命不值钱 不过郎主的珠宝值钱 不值得吗 值得 但你没得想 其实你现在 如果放弃血猪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走 不用他这套魂神 如果我拿不回血猪的话 我便就找不到我阿姨 行了 下去吧 谢谢郎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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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神庙祭祀海神娘娘 祈求海域安宁 鱼火不断 商旅平安 今日为海为池 教人夺宝 请各方善事 广施恩德 祭福那祥 本次海神祭 已选出由燕氏商队 所献出的祖母律 作为本次教人夺宝的宝物 教人出场 此次参加教人夺宝 由西域燕氏商队 扬州崔氏 渤海湖商 明州商邦 海神祭 教人夺宝 现在开始 这一下水 幸运堪忧 果然有他们参与的事情都没这么简单 企业 你 慢着 南海记本为本地传统 传承已有百年 其目的是祈福四海 得以封年 倘若现在如此凶残 确实违背本意 本官贵为私贞特使 绝对不允许这样凶残的事情 发生在我管辖的地界之内 所以我提议 本次比武改为暗上比试 各队切磋分出高下劲 动物奎奎 公正公明 一筑相违线 手握重宝者 赢 担槍 计时 开始 发生 帮着他 你 你 燕子江 你又想干什么 是我 可端我是无辜的 没人是无辜的 张岚君有救世之嫌 全无救世之力 是因为你从来都没有体验过 这世人的苦难 这世上就是因为 没有你这种人 才会有苦难 我说了没人是无辜的 放心吧 他死不了 我这个小师弟 对那诸奴 倒是挺上心的 为这诸奴 在珍珠会豪至千斤为其捧场 后有樱柳也经自保了身份 年纪尚轻 完须磨练哪 心有千 那就好吧 快跑 跑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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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啊 端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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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他走 端谱 端谱 行了 对我 好些了吗 来 先把药喝了 多谢张老君 好些了吧 嗯 张老君 这是在何处 这儿啊 是医馆 刚才大夫都说了 你之前身上就有旧伤 这次交人夺宝又添了心伤 不过还好 你穿了这个软甲 才保住你一命 但你日后一定要好好休养 不然就落下病根了 哦 董 十一女 多谢张老君 嗯 董 你还没想到我 我 我不问你 你为什么帮燕子经交人夺宝 我只知道你不能这么作茧自己 行显拼命 如今的我 无法再舍弃任何一个机会了 将人夺宝 是我自己要去的 可这是什么机会啊 到底是什么机会 值得你这样拼命 你这么做跟之前采猪有什么区别 不是只有在燕子经旁边才有未来 与虎谋披烟有其力 我实话跟你说吧 此次燕子经命你去交人夺宝 只是为了跟崔十九的一个赌约 他心里只想着收购广州所有的珍珠 可这次他输了他 跟我回长安 长安的江左街 有大唐最好的记忆 这是我给你写的举荐书 去了哪儿 你能学到安身立命的本事 是 我若随章狼军回了长安 那岂不是 离我想要的自由又远了一步 章狼军 将人夺宝是我输了 可我已经带着我弟弟进了圣楼 哪有说走就走的道理 章狼军 章狼军对我实在是好 好的这份人情 端我不敢受的 若有一日 我有能力了 想到如何还章狼军人情了 那日我一定会还你 好 那我就等着 可这份人情 你还是先收下 就算做 给自己留一条腿了 我先去外面等你 等下送你回去 章狼军 今日多谢了 我先回去了 你是你不是 还是我送你上去了吗 不用 我自己可以回去 无碍 走 是章狼军啊 章狼军还真是热心哪 送我船上的丽人去医馆 又把他送回来了 劳您大驾 甚是惶恐 这就是燕狼所说的 惶恐 我这不是才刚看清是你吗 而且这深夜登船 谁知道是敌是勇呢 你说一旦 是到船上来偷东西的呢 是 我 你把你带来 你带来 带来 你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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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着吧 得武 章狼军放心 我不会有事的 三 二 一 狼主 走 怎么 害怕了 章狼军只是好意 送我回来 你在猪场那些日子 你都忘了 这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好心人 章狼军是好人 那我是坏人 你可知道你输了交人夺宝 会接受怎样的惩罚 我相信 只要你愿意的话 章狼军会带你走他 章狼军 章 我不会跟他走的 为了血猪 才需需三百万 章狼军一个柳叶金就足矣啊 血猪我可以拿回来 不用靠任何人 那我罚你你可认啊 认罚 进来吧 这章狼军让我善待 我得给他这个面子 所以我给你两个选择 这第一 从此以后 商队买卖生意来往 跟你无瓜葛 你到上仓来做事迹 只贴身服侍我一个人 那自然血猪 你也别想要回去了 好 我选第二个 罚你二十遍 而且从此以后 给我滚回地层 想要进商队 就得一步一步 给我爬上来 章狼军 章狼军